提完事情,還有當莊果的事情呢, 和莊果的效果,基本上馬力的影響一開始沒有改變, 在評價的評價期內已經不能公布民意調查了。 但是呢,整個現場的選戰的策略, 因此馬力完全不一樣, 也開始在創造變數, 希望改變的基本結構上有差距。 其中呢,他一剛開始打了徐宇航, 最近,他放棄了一段時間以後, 這兩天就密集地打徐宇航。 打徐宇航這件事情呢,他們賭上的, 先讓他先退卷,先讓他賭死局。 而蔡同隆今天又拍了幾個招來跟他說, 如果馬力的徐宇航沒有失效的話, 他基本上認為馬力的徐宇航肯定沒有失效, 他如果馬力的徐宇航講的話不是真的, 他要永久退出政派。 三個人年半賭一個徐宇航的事情, 他們想創造是否要藉屬宇航來討論, 可以先給你看一下, 可以再給你看一下嗎?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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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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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